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一个宝贝 我不知道是不是宝贝 反正就是在我们这一带 我暂时是没发现有 就是我身后的这个黑竹 大家看这黑竹子大家有见过吗 黑色的 它刚长出来是这种绿色的竹子 青色的很正常 这个有点黑的 这是今年长出来的 笋子 笋子 而且非常大一根 这种黑竹的笋子特别粗 很大 你看那马边都是黑的 对这个边都是黑色的 墨绿墨黑色 老人家他们拿着做延带的 这个竹子你们哪里拿的 就是大山里面 大山里面 挖的一根小小的栽 十多年才花这么多 老爸说这个竹子很不好吃 是真是假口 假口 但是它用虚大 可以拿着老人家拿着拐棍的 拐棍的好 好像我在哪里见过这种黑竹 没点 忘了 好像有点印象 我们今年最久我们今年有 它一定要长成熟了 它就变成黑色了 这个有点黑 刚出来它不黑 很奇怪 是不是叫黑竹 是黑竹 金竹也叫做 金竹 也叫做金竹 你说这个可以避邪是不是 避邪 可以避邪嘛 嗯 站在这个房前午后最好 老人家说这个可以避邪 这里我们老人家就变成一对对联嘛 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写的了 门队青山摇前树 互靠金竹聚宝盆 就是这个金竹 这是不是金竹 是啊 咱们说是金竹 就是这个 嗯 金竹吧 黑黑的 如果有朋友知道这个叫什么竹子 或者是它有什么特殊的用途的话 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 好了 咱们下次视频见 不知道其他的地方怎么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